随地去反省和观察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世间感慨 多过于淡烂 愿世间疗伤 多过于险烂 愿天空抱有 最初的未来 愿星亮如海白 点点拖垮 愿生命 虽愿沮丧 虽愈芽 万物都会关 愿星亮如海语 一句话,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 有听到吗? 不然空气啊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 不然呢,这个痛苦会跟着你 所以最近有一个小朋友 病得很厉害 他的手的骨头已经断四次了 断四次了 然后呢,一直叫一直叫 那他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那么容易断手断脚 后来我一问才知道 他家祖先都是杀猪养猪了 杀猪养猪你叫剁猪脚,剁猪腿 所以这个小朋友从小就很容易断手断脚 发生很多意外 别人跌倒没事,他一跌倒就断手断脚 断了以后会痛得要死 因为杀猪的时候,猪被杀的时候更痛苦 所以发生什么结果都有它的原因 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我要把这个公德 我要把放生的功德 稍微跟各位念一遍 希望大家生起信心 永远都相信 家里有人生病 还是你要去买车子 还是你买了一个房子 你很喜欢做一点功德 希望这个事情很顺利 那佛陀说 慈悲的功德 等于供养 所有佛的功德 就像现在旁边在做一点烟供 不吃食物 平常你不吃米也可以啊 不吃一点面包给鱼吃啊 佛陀说 你只要不吃一小块面包 给一只小鸟 一只小狗吃 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你不吃给越可怜的众生 像这个烟是给孤魂野鬼的 不但给孤魂给怼 给什么来 海龙王 海神 海中众生 土地龙神 孤魂野鬼 冤心在酌 同享功德 那这个很简单 点一只香也没关系啊 不吃几颗米啊 然后我们很喜欢撒甘露水啊 这个都是不吃 所以佛陀讲了一句话 念下来 慈悲就是供养诸佛福尚 那希望大家 时时刻刻都可以慈悲 特别太阳越大的时候啊 你只要往太阳撒几颗水 买着你喝的水滴几滴水 然后呢 请观音菩萨加持也可以 你要念咒也可以 那那个水就会发光 然后那些身体被火晒了 皮肤都痛得要死的这些 孤魂野鬼啊 嘴巴会吐火的咽喉鬼啊 他们的嘴巴就清凉了 身体就没有火再烧了 很慈悲的 所以各位住在巴弹岛 经常会看到海 有一种鬼啊 我刚刚告诉各位 什么鬼叫海除鬼 海除鬼 什么叫海除鬼 他永远一个人 旁边很多他都看不见 他以为整个世界只有他一个鬼 站在海上面 上面呢 白天太阳晒 晒到他全身都冒火 底下的水便流酸 上面是火 底下是流酸 没吃没喝 一站要站多久 你知道吗 一百七十万年 一百七十万年 很痛苦很痛苦的 所以 放生救命 不但救他们的命 请问救谁的命 救自己的命 以前在 大陆一个叫太湖的地方 当地的老百姓 每天都是抓 抓鱼来过生活 那只有两户人家 他们有拜观音菩萨 他们不但不抓鱼 经常劝人家不要杀身 但是人家都不听 他也没办法 住在那边 结果有一天晚上 有一个大乌龟神来找老人家 跟老人家说 你们这两天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要起大水 要起大水以后全部人都会死掉 因为你们是慈悲 爱护生命的家 我来通知你们 你们这两家赶快跑 其他人都没听到 也不相信 天气这么好 但是那个老人家拜观音菩萨 他说一定是观音菩萨派来跟我说的 他就跟隔壁人家 我们赶快跑赶快跑 跟他们说 请他们赶快跑 但是他们没人相信 然后等他们跑掉以后 第三天 淹大水 全部人都死掉 就这两户人家没死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但是说明了什么 因为他们不杀身放生 也救了自己命 但是这些杀身的人 你明明跟他讲说淹大水 他说不可能不可能 他走都不想走 就这样 全部淹死了 第二遍 念一下 放生就是还债 放生就是还债 我们过去都有杀身啊 吃肉啊 这辈子就算你没有 上辈子也有啊 还人家债 我们劝人家命债 如果你吃一块鸡肉 佛经有说 一只鸡 三个人吃 三个人都下地狱 各位什么叫地狱呢 你下了地狱以后啊 最少一百九十一年 最少有十八成地狱 最少一百九十一年 在那边被砍被杀 被煮被烫 被追杀的痛苦 但是杀身的这个恶业 就会让我们下地狱 所以佛陀制定第一条戒律 念一下来 当愿众生 不杀生 佛陀定给我们佛弟子的第一条戒律 不能杀生 因为杀生的恶业最重 但是我们过去都有 所以我们要忏悔 还债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以这种忏悔心来放生 把这个债还掉 命债 杀生的债 那这些冤心债主 就可以超度了 所以来 念一下 今日放生 回向过去 累劫累世 杀生的债主 杀动物的债主 堕胎的债主 怨其离苦的乐 不但回向给自己 也要回向给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儿女 回向整个世界 如果你放生 回向给整个世界 那这个世界有七十亿人 就变成七十亿真上辈 如果你回向给法界众生 那无量无边 所以我想 重点在你的动机 如果你今天讲 放生就是还债 你不要自私 想的是 所有众生 所有法界 那你的功德力更大 第三 念一下 放生就是救急 放生就是救急 如果有人现在在加护病房 医生说不好啊 不好啊 要死啊 最快的方法 赶快去替他放生 最快的方法 因为这些极难的事情 或甚至你申请一个执照 如果下不来啊 这下会亏很多钱啊 这个很急很急的事情 那最快的方法就是 去救命放生 所以杀生是第一二业 放生是最快速的善业 第四 念一下 放生就是慈悲 放生就是慈悲 佛教的精髓就是慈悲 慈悲大家都会念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慈悲呢 因为他整天都在念一下 救苦救难 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这一点希望大家做 我每天都要拿水喷啊 观音甘露啊 撒撒米啊 就算水没有了 米没有啦 念佛啊 刚刚我们从新加坡坐船过来啊 撒了很多牛奶 为什么要撒牛奶你知道吗 给龙王 这海龙王太高兴了 他就不会作怪 然后呢 如果再撒一点花加牛奶 会怎么样 跟我念 会发财 要不要发财 过年久了 没钱很辛苦 没钱拔掉 拔掉温书渊人拔掉啊 所以呢 那你要有钱 那就对大海里面 不施一点点牛奶 加一点花 然后祝老公发财 祝大家发财 为什么 龙王属财 龙王在龙宫里面 黄金珠宝一大堆 所以 那各位了解这些方法 然后 我们在那边撒了很多面包啊 撒了很多米啊 念佛啊 诵经啊 希望新加坡 到巴旦岛 所有的龙王 鬼王 海族 众生 天道 通通得到同样的功德 这不是花很多钱的 这个跟花很多钱没关系 因为慈悲心 所以念一下 慈悲就会 发财 慈悲就会发财 慈悲就是财富 慈悲就是财富 慈悲就是智慧 慈悲就是智慧 有智慧的人就要经常去慈悲啊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各位在家里 不要杀蚂蚁好不好啊 不要杀蟑螂 给它一条鹿种 你家里蚂蚁很多怎么办 不要杀它 你就把他们喜欢吃的 拿圆一点 跟蚂蚁讲一下 蚂蚁比老鼠还厉害 你跟他讲这个念头 他就知道 动物只是不会讲话 但是你的念头 他知道 你去买一个老鼠龙回来 这两天老鼠就不见了 因为老鼠很知道你要干嘛的 所以 动物都一样 特别蛇 那些蛇 他只是不会讲话 蛇有他心通 你想什么他知道 所以呢 牛也有宿命通 我就要讲牛 牛 这只牛 你要吃他 杀他 他都知道你过去跟他什么关系 过去你是我爸爸 过去你是我的谁 你为什么要杀我 他只会掉眼泪 他只会掉眼泪 所以每一只猪都知道自己被杀几次了 他知道说 我来要被杀七次 现在杀第五次 哦 快点快点 痛苦 每一只猪都知道了 这个佛经都说 不背后讲是非 讲话别人喜欢听 不讲没意义的话 说话才会清楚 舌头要绑安全带 现在人家说 我心肝 我心肝就好 我心肝就好 所以我想各位要 开始练习啊 过年啊 希望老公发财啊 老婆不要骂人 老公就发财了 这很简单的道理 女人哭啊 女人一生气啊 一掉眼泪啊 男人的黄金珠宝就不见了 所以欺负女人的男人 一定会招牢啦 要破产 疼老婆的男人一定会发财的 寄得住了 各位女人 不能去外国 所以 但是一个男人不爱女人 不爱护他的太太 那这个男人就不好啊 不好啊 兵败如山倒 做生意要倒 因为女人主财 这是意思吧 所以我想 讲慈悲 我们必须有种行为 不是说我在吃素很慈悲 结果你去乱搞男女关系 那你根本就不慈悲 骗人了 所以 慈悲要懂得爱自己的家人 有爱自己的家人 就爱别人 爱众生 都平等 第五 念一下 放生就是觉悟 什么叫觉悟 就是了解了 开悟了 觉悟什么 念一下 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请问各位 鸡是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 请问还在吃鸡肉的鸡手 还在吃鸡肉的鸡手 我一定很坦白喔 新年新希望 不能够吃白鸡 所以现在我 这次来巴蛋老 刚刚他们带我去一家素食餐厅 好吃好吃 比我去年来好吃 越来越好吃 我们吃海鸡是日间法师说 这两天师父要带你去好多家 这里面还有一家西餐的素食 越来越多了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你要生命发财啊 快乐啊 家庭平安啊 长寿啊 那你就慢慢学吃素 那 卖假爸 觉悟什么 众生平等 众生都是未来佛 等一下 众生都是过去父母 众生都是未来的佛陀 那你了解了 你干嘛杀它 干嘛吃它 而且最重要 众生平等 一只蚂蚁跟一只大象 跟一个人 生命是平等的 千万不要以为小蚂蚁就可以杀 这个观念是我们来放生 要觉悟了解的道理 因为你了解了 众生平等 你就会对众生慈悲 给它快乐也是给自己快乐 帮助它离苦也消了自己的业障 消了自己的痛苦 这个道理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下来 为什么不然就 哎呀 脚痛啊 腰痛啊 心脏病啊 糖尿病啊 那这些都是因为 爱杀生爱吃肉贪 就没办法 再来第六 放生就是实践 放生就是实践 我们要实践慈悲 我们要实践众生平等的道理 那你要把这个放生成为一个行动 真的去做 所以我们现在发达了 这次有一位大陆的菩萨来 专门在大陆救狐狸 狐狸 一只狐狸 三百五十块人民币 他那边听说已经救了 一万只狐狸 里面有四千只是我们的 大家一起救 然后现在就是要找更新的场地 但是你要知道狐狸呢 每天吃饭要吃多少 他们吃树的 然后就买飼料 喂他们啊 保护他们不要被杀 因为杀狐狸最大的残忍是什么 他们都是活活把他扒皮 扒完皮就给他丢旁边 慢慢死 他也懒得给他 让他流血死 那他就是要他的皮 活活地扒比较好扒皮 然后就丢在旁边 冰天雪地慢慢挣扎慢慢死 然后那尸体堆了像山一样 好恐怖啊 为了人类身上要有皮毛 喜欢穿有毛的 喜欢带有什么 现在马来西亚杀蟒蛇都买到欧洲 他们喜欢牛皮已经不流行了 现在喜欢吃 喜欢带那个蛇皮的皮包 四脚蛇 你们巴弹岛也有四脚蛇 蜥蜴 蜥蜴的皮包 那这些蛇就一直要被杀掉 大蟒蛇啊蜥蜴啊 所以大家喜欢 喜欢用兔毛的围巾 对不对 羊毛的东西 鹅毛的东西 好在各位长在夏天的地方 就比较少用毛的啦 你要长在冬天的地方 你就杀其他动物的皮毛来用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放生了解这个道理 不要杀身啊 不要用动物皮毛的东西啊 这样最好 像各位买皮鞋 以后就换成布鞋布鞋 像八蛋老多好 都穿拖鞋 穿凉鞋 对不对 不怕呢 你就少一点照应 老实说啦 你一辈子穿这个皮鞋 你相不相信 下辈子好几次他穿你 用你的皮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你每怕他一下 他就痛苦 没办法 所以因为生命有轮回 不是死了就算了 所以我们放生 就是实践佛陀的慈悲 实践佛陀的平等空性的智慧 实践佛陀要我们救苦救难的行为 第七念一下 放生就是积极 放生就是积极 有些人说我们就放生 不用了我没有杀生 不杀生只是消极的 我有吃素 吃素才终极而已啊 放生才是最积极的 救命的功德 所以如果你爸爸妈妈喜欢吃肉 那虽然他现在不懂佛法 还没办法吃素 但是你积极帮他放生还债 消业障 刚刚讲过 你帮他放七支 他不会下地狱 你帮他放十八支 这辈子的杀生的恶业消除掉 不然的话 像释迦摩尼佛各位都知道 释迦摩尼佛的家族 释迦摩尼佛已经成佛了 结果他们所有的家族的人 是全部被杀掉 杀了三天三夜 杀掉 女生都把他断手断脚 慢慢流血 男生呢 用二十头大象绑在地上 大象踏过去踏成肉酱 没有死的 再给他丢在河边 掌槽的时候淹死 三天三夜 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呢 这个故事我必须再讲一次 别人就问佛陀说佛陀啊 你的家族 不是都归一三宝了吗 学佛了吗 为什么还这么痛苦的恶业而死 三天三夜 佛陀说 归一了 修行了 但是业障没消除 像目见年尊者 目见年尊者 是被打成肉酱而死的 神通第一的目见年 为什么被打成肉酱呢 虽然他已经震阿罗汉有神通了 但是过去是他是在抓鱼的 他专门抓大的鱼 抓上来以后 怕他乱跳 跳到大海 就用棍子把那个大鱼 敲到他头昏掉 然后呢 趁鱼还没有半死半死的 赶快送去市场卖 他每天就赚这个钱 所以后来他供养了一个出家人 发了一个愿 希望将来 跟这个出家人一样有神通 他发了这个愿 但是虽然他后来出家了 成为一个有神通的阿罗汉 但是他 杀鱼 打鱼的恶业 一点都没消除掉 所以目见年 虽然神通 业力 神通抵不过业力 他这个业来了 他一样被打成肉酱 所以各位了解 这个道理 我们要积极的忏悔 积极的放生 再来 念一下 放生就是方便 放生就是方便 就是一种方法 我刚讲 家里有人要开刀啊 你的朋友得癌症啊 他要做生意啊 他想要房子 赶快卖出去啊 他想要赶快开悟消业障啊 那放生是一个最快的方法 不管你要得到 世间的长寿富贵啊 顺利 你要得到修行的智慧 你想要赶快成佛 那放生就是 可以满足各种的方法 放生是 这么最好的方法 那 请问 放生加念佛 可不可以上品完成极乐世界 念佛的人就是要去极乐世界 但是你加上放生又吃素 那你就上品极乐 所以放生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在这边讲那么多 就是希望各位住在巴旦岛 放生还很方便 很方便 淡水有淡水的水库 海水有海水的 然后 听说雾命又便宜 然后你随时随时都可以救 再来 放生就是解冤 放生就是解冤 冤就是冤亲在主啊 冤亲在主就来讨 報仇啊 让我们跌倒啊 让我们生病啊 让我们亏钱啊 让我们夫妻吵架啊 儿女不平啊 所以 如果家里有佛像啊 或是一本经言 每天 拜拜 跪下来 忏悔业障 然后呢 我们又加上最近多次数 放生啊 那就可以把冤亲在主超渡了 啊 再来 捏一下 放生就是消灾 放生就是消灾 这个世间有水灾火灾地震 哪怕你是救一只鱼 啊 但是呢 就算你没有办法参加 你拿出一块钱新币放在这边 我这个要去参加放生 那你就参加了 啊 这个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都在放生救命 然后你就把这个钱说 我这个要去放生了 那就消除这个灾难 你儿子骑摩托车出去 你会很紧张 他会不会有车祸 啊 但是你就赶快去参加放生 对 这一块钱我是准备放生的 这样 所以消除他的灾难 再来 捏一下 放生就是治病 放生就是治病 生病很痛苦 对不对 再有钱呢 都抵不了 就不要生病就好 现在还流行癌症 这样 动不动就有癌症 所以 那各位如果你去放生 就很快地把这个病给消除掉 最快的方法 不管什么病什么病 所以我们每天 我们在台湾 号召很多地方 每天至少三十场到五十场的放生 每天都在做 然后是希望这些 共同善业的功德 回向 回向 大家少生病 生病的人赶快好起来 因为 你救他的命啊 你救一只鱼啊 就等于救他全部的生命 从眼睛 从头 从皮肤 从胃肠 通通救到了 所以 你全身的地方都救到了 因为你救他的命 特别鱼都是被 泼肚子 这些 这些石斑鱼 都是活活的去泼肚子的 啊 给他放血 给他泼肚子 给他扒皮 啊 很可怜的 但是我们去救他的命 也救了自己的命 好 还四条 念一下 放生就是救亲 放生就是救亲 今天我们能救了这五千多条命 过去都是做过我们现场人的 父母兄弟姐妹夫妻 我讲一个广青老和尚的故事啊 广青老和尚在台湾很出名啊 念佛啊 有神通啊 那有一次有一位青年企业家 卖汽车赚大钱的 四十岁左右啊 来找广青老和尚 老和尚一看到他 老和尚有神通 哎 年轻的啊 年轻的啊 我年轻的时候啊 救了你 你知道吗 你是一条路边要被杀的鱼啊 我刚好救了你 哦 然后给你念佛 你现在还有机会做人 赚大钱 那年轻人一听 马上跪下来哭 因为他讲出他真实的 他就感觉到 他就是那一只鱼 被老和尚救了 所以老和尚给他说 不要再迷的金钱啦 赶快修行啦 人生难得啊 你从一只小鱼 我救你 三宝加持你 投胎做人 你现在每天忙的赚钱 那是浪费生命 哪一天啊 又生病又死了 多少钱也带不中 所以 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呢 我当我们放生的时候 你大部分救到的都是 你自己最亲最爱的人 再听我讲一个我常讲的故事 有一副有钱人家 有钱的要命 但是就没有生小孩 后来这个有钱老板 终于太太怀孕了 哇 两个快乐了 小孩子生下来 男生白白胖胖 两个人就为了养这个小孩子 天天啊 就做了一个游泳池啊 不是游泳的 养活鱼的 因为小孩子喜欢吃鱼啊 然后每天就抓一只活鱼啊 养这个小孩 请问他这样做是要让小孩长寿还是以前死 是要给他要求还是要让他长寿 当然也是要给他要求 给你以前死 结果这个小朋友呢 长到十六岁正好看的时候 一病呜呜还在死啊 死了 死了以后啊 哎呀这个做妈妈呢 哭到生病 没办法起床 做爸爸的时候 我赚这么多钱没用啊 不想赚了 我赚这么多钱就是要给我的儿女的 就伤心也不做生意 这下就惨了 太太在房间生病起不了床 先生心情不好 不做生意 有一天他想一想说 太太病了那么厉害 我去市场买个补品来补太太的身体 希望赶快让他起床 结果他到了菜市场 到了菜市场 走过去 刚好很多在买活鱼的 那这个老板走过去 出来有一只鱼一直跳 哺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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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情不好 好啦 老板买这只啦 有缘啦 那只鱼在哺啰 哺啰 再跳 结果他要买这只鱼的时候 有一个出家人 这叫姻缘来 观音菩萨加持 这个出家人有神通 嘿 老板 老板 你知道这只鱼 哺啰 哺啰 它在叫什么 我哪知道 他用神通给他听 这只鱼在叫什么 巴巴 救我 巴巴 救我 因为这个小孩子喜欢吃活鱼 所以他吃一只活鱼要五百次 他从小时候懂得吃鱼到现在 已经吃了几千只鱼 所以他要做几千万只的鱼被杀 但是终于看到他爸爸来 赶快跳 赶快跳 就希望他爸爸救他 所以这个人一听 他差点昏了 因为他听了声音 明明是他儿子的声音 他赶快把这只鱼买回来 又放在那个游泳池 现在里面就剩下这只鱼啊 每天就看那只鱼 警察 警察 不敢跟他老婆说 跟他老婆说 他老婆会哭死 所以各位 这就是真相 你千万不要说 过年到了 我媳妇啊 要生小孩了 我來帶兩隻歸給死 你生小孩要進捕幹嘛殺人家雞 莫名其妙 對不對 你要小孩子活幹嘛給你死 所以我們華人有一個不好的觀念 吃肝補肝 吃肝補肝 對不對 吃肉粥 補肉粥 那你吃七屁股 那你吃人家補屁股 你會找得 吃肝補肝